国南卫视2015年度大型创意时竞秀全员加速中 将于11月6号接党爸爸去哪播出 10月26号晚全员加速中发布会结束后 TFBOYS 贾乃亮 杜纯 王开等一众明星接受了媒体群访 作为全员加速中年龄最小的嘉宾 在场的几位大哥谈起对弟弟们的印象 那真是赞不绝口啊 哎呦 那要评价起来得两天两夜呀 太赞一起了 而谈起与三小只在录制中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神经奶爸却忽然大调了 忘吃药症状又开始发作了 他们在录制过程当中有很多感人的瞬间 我就不往里一一列举了 看着就感人 行吧 老是不让剧透 看着就感人 一看 哎呦 太感人了 啊 很感人 是人说TFBOYS 智商感人 小编觉得明明是奶爸你智商最感人吧 不行 我不服 我不服 来 合体 快点来 快点 对 有很多的细节让你觉得这几个孩子就是 感人 对 特别好 特别好 就是很单纯 很感人 既然对三小只印象这么好 而宝贝女儿甜心又钟爱三只的歌 国民孕妇贾乃亮 被问到是否愿意将女儿介绍给天夫S时 立马摆出了岳父脸 只言三只都想要 并大方套路正在准备生二胎 我现在是武力生第二个 然后就三个人正好 是吧 三个人正好 我都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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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猫果老新闻 TFBOYS三只都给你做女婿了 那我们怎么办呀 报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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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